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的8月24号,星期六 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们来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最近这几天,哈里斯在中国迅速的窜红 而且是圈粉无数 我们可以在中国的各个平台上看到有关哈里斯的视频 特别是他那段讲演被翻译成这个中文字幕 然后呢,在各个平台就在那传 这个太有趣了 就是前两天我国内的一个朋友啊 也来问我就是有关哈里斯的这个情况啊 实际现在你在中国这个网络上啊 无论是像今日头条这样的 还是像抖音那样的短视频 你只要刷,那很快就能出来哈里斯的东西 这个啊,确实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你像以前美国大选啊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情况 而且这次哈里斯在中国窜红啊 实际就是因为哈里斯讲的一句话 就是说中国这个医院啊 是全世界最赚钱的地方 所以我看到这个以后啊 我觉得都很奇怪 因为我在国外的媒体上呢 没有看到哈里斯讲这句话 所以呢,我上网啊 把这个有关消息呢,搜索了一大圈 在外网上呢,就没有搜到 最后呢,我就问AI 说哈里斯到底讲过这句话没有 那么AI呢,也是讲的很含糊 那个意思呢,就是说哈里斯呢 没有讲过这个话 我说这句话啊,在中国的网络上啊 非常火啊 那他就建议我呀 去中国的百度去搜索一下 然后我到百度去搜索呢 那确实啊,有关话题呢,非常多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句话啊,在中国这边是怎么传的啊 他说是近期啊 哈里斯跟拜登呢,在私下聊天的时候 就是哈里斯对拜登说呀 如果你退休了还想工作的话 你可以到中国医院去工作 因为中国的医院是世界上最赚钱的地方 这是他的出处 那么哈里斯到底讲没有讲过这句话呢 我现在在国外的主流媒体上呢 是没有看到这样的说法 但是我想也许他们在私下呀 谈过这样的事情 被人呢,一小道消息呢,给传出来了 那么我想就是哈里斯给拜登在说的时候呢 也是以一种调侃的口气在说 但是到现在,这样一个查无处处的言论呢 被贴上了哈里斯的标签 所以大批的中国网民呢 变成了哈里斯粉 说哈姐姐,就抽你这句话 我就粉你 如果我投了这一票也算数的话 我一定投你 等等的 尽私的话太多了 而且还有人说呢 如果你当选 你会不会来解放中国呢 如果你来的话 我给你带路 我给你当翻译 这种段子在网上比比结实 所以这个事啊,还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那么也有网民说,为什么这么多人来粉哈里斯呢 就是因为哈里斯讲了老百姓不敢讲的话 被美国的副总统给讲出来了 他讲出了中国老百姓的心声 所以我们要给他点赞,我们要粉他 这个事啊,确实挺有意思的 那么我们来聊一下这个事情啊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现象呢 其实美国这个大选啊 在前面这个过程啊 跟中国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 对不对 你又不能参与这个竞选的过程 只是看热闹而已嘛 最后谁当选了 那才可能会影响到中国 竟然影响到普通人的生活 对不对 那么在这之前 实际啊,大家都是看客 为什么这么多人呢 突然变成了哈里斯的粉呢 我们要聊这个事啊 不能占到美国人这个心态来看这个事 美国啊,因为他搞这个总统竞选呢 搞了这么两百多年了 大家都司空见惯了 实际大多数人都知道啊 他们上去 真正能为老百姓干的事情啊 也是非常少的 而且大多数人呢 都是竞选的时候啊 使尽许愿 上去以后呢 真正呢 也落实不了几个 所以这个事情在美国呢 反而没有那么多人啊 突然一夜之间呢 都变成了哈里斯的粉 很多中国网民呢 很热情的叫他哈姐姐 确实要分析这个事啊 要站到中国网民的这个角度来看 因为中国呢 这几年呢 又加上这个言论的管制 很多人想说话呢 就是讲不了话 对不对 你像胡锡进这样一个叼盘侠 都被惊燃了 那么普通人去讲一句实话呀 这就是犯罪呀 这个现在在中国是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讲实话就成了一个犯罪 那么中国的医疗 是不是全世界最赚钱的地方呢 那作为中国的老百姓 心里都是有数的嘛 我们光看抓起来的那些院长 哪个不是动则贪多少个亿 对不对 这个钱数字啊 实际中国老百姓啊 现在已经麻木了 对一个亿啊 都没有什么概念了 那么我有时间在想啊 你像一个区上的人民医院 那个规模呢 可能就是个几百个亿 我们就说的多一点 说上它五百个亿 一个人的工资 一个月发上一万块钱 这就说的高一点啊 一个月的工资 无非就是五百万嘛 那么一年下来 无非是六千万嘛 但是一个院长可能就贪了几个亿 就是这个医院全部的人员啊 几年的工资 那你再加上这个科室里头 贪掉的钱 那你想想这是多大的开支 那么这些钱最后怎么出来呢 它不是从老百姓的头上出来吗 对不对 现在有的那个热门医院啊 像那个北京协和医院这样的医院 就跟印钞机一样呀 一天的收入都是多少个亿 所以这个哈里斯讲的 确实也是实话 这个中国的这个医院呀 是全世界最赚钱的地方 那么我想啊 他讲这个话肯定是一种调侃 但是这个话呢 中国普通的老百姓不敢说 官员更不敢说 但是让一个美国的副总统 而且是现在的一个参选总统讲出来 那你想想老百姓的心里头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所以这个事啊 确实太有趣了 而且我们在说哈里斯的时候 根本不看他别的什么政策 就是说 就是因为你讲的这句话 我就是你的粉丝了 我如果投票算数 我就投你一票 就成这样了 所以中国这个老百姓啊 也确实是挺奇怪的 以前很多人呢 成天喊着这个打倒美帝 美帝枉我之心不死 但是就是因为哈里斯替他讲了一句话 你看 马上变成了哈里斯的粉 这就是中国人呀 那么这种网民对哈里斯的看法 会不会转变中国民间对美国的这种传统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呢 也不太好说 因为对于这个言论啊 现在中共呢 还没有开始禁止 如果过两天 中共还是禁止了 中共又开始带风向了 可能有的人呢 这个思想呢 又变了 只要中共说一句 这是我们的家世 不允许美帝在这说三道四指手画脚 可能冲着中共这一句话呀 很多粉哈里斯的人呀 又开始转头批犯哈里斯了 所以中国人呢 就是这样的 很多人呢 实际没有主见 就是党让你干啥 你就干啥 党让你恨日本 你就恨日本 让你恨美国 你就恨美国 让你恨韩国 你就恨韩国 现在看一看 已经把全世界恨了 一变了 现在我看啊 中共没有让恨的呢 就是额爹了嘛 但是在六七十年代呢 也是号召全国人民恨额爹的嘛 所以这个中共呀 变来变去啊 也是很正常的 它作为一个领导阶层 它经常这样变来变去 实际全国老百姓呢 也慢慢的呢 具有了这样的人格 一会是这样 一会是那样 这就造成了中国人现在一个最大的逻辑缺陷 就是跟着共产党变成了既要 还要又要 这是在逻辑上讲不过去的呀 但是现在中国呢 从最高层的领袖 到最底层的泛夫走卒 脑袋里头都有这种既要 还要又要的思想 所以这就是现在的中国人呀 那么我今天呢 就是把这个消息呢 跟大家呢 在这聊一下 这是聊的中国网民对哈里斯的看法啊 不代表我对美国大选的看法 我只是把这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呀 给大家拿出来呢 才就聊一下 那么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感谢观看